抖音在探索如何丰富平台的内容,但让大家一起记录美好生活没那么简单。 同一天,抖音和百度在Vorg上有了新动作。 去年年底被热潮的Vorg热潮在2019年春节后逐渐冷却。 抖音和百度两大流量平台对于Vorg的投入让它重回短视频市场讨论之中。 4月25日,据界面报道。 百度旗下好看视频将把Vorg作为今年发展的重点。 但对外开放拍摄功能暂未对外开放。 与此同时,抖音已经对外开始推广自己的Vorg10亿流量扶持计划了。 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15S碎片化视频不同。 抖音将对所有用户开放一分钟视频发布权限。 用户只要拍摄或上传时长大于30S的原创Vorg。 参与活动页面话题。 即可参与活动。 平台将从中选拔出优秀创作者给予奖励。 奖品包括百万流量倾斜。 或者云台和旅行大礼包等物质奖励。 目前,抖音上Vorg相关话题的挑战已经有超过180亿次播放。 春风吹又生的Vorg。 在风口稀缺的2018年,Vorg一度是被热捧的话题。 去年下半年,微博、B站先后推出Vorg征集计划。 包括一闪和VUE在内的各类Vorg-GF的反响也不错。 就在很多人认为Vorg将成为短视频下一个风口时。 因为爆款内容的稀缺。 Vorg热潮开始冷却。 以防软件大数据显示。 2019年QE微博Vorg日均原创热度值达到仅为5000加。 这个数字在热度峰值时期。 一度达到424711。 但各大平台没有就此放弃Vorg。 作为国内Vorg的发源地,B站不断尝试新的内容。 校园Vorg打榜赛道。 理想生活Vorg大赏。 尽管至今没有设置Vorg专区。 但扶持Vlog这件事。 B站一直在继续。 与此同时,抖音开始走向更长的路。 刚开始。 抖音上的视频时长仅为15秒。 粉丝量超过1000才有权限申请1分钟以内的短视频。 去年12月。 36克曾独家获悉。 抖音正在小范围内测。 视频功能。 用户能看到的内容时长不再限制于15秒或者1分钟。 今年3月,抖音又为部分内容创作者开通5分钟长视频权限。 从短到长的背后,是抖音对内容的探索。 短视频的优势是时长适应用户的碎片化使用习惯。 硬伤是内容信息量受到限制。 短视频价Vlog,看起来是在时长和内容之间寻求一种平衡。 事实上,在早些时候,字节跳动就开始试水Vlog。 掀起明星日常记录热潮的欧阳娜娜Vlog。 以西瓜视频、抖音短视频为主阵地。 此次Vlog计划针对的则是平台普通用户,扶持更多腰部和底部Vlog。 用户需要新东西。 抖音这次的Vlog扶持计划。 在活动页面重点强调了。 拍Vlog并没有那么难。 鼓励用户用一分钟拍出自己的故事。 不同于以往的营销。 这次抖音想让用户自发生产原创性内容。 而不是用。 学猫叫。 这样的固定模板形成刷屏。 中心化和强运营层是抖音取胜的关键。 现在。 它希望有更多的玩法从设置一程到激发用户自己生产。 抖音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的困境。 一直以来。 抖音经常发布不同的话题与挑战。 刺激用户参与到话题的创作中。 很多话题都掀起全网模仿的热潮。 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。 平台内容同质化程度太高。 多样性不足。 用户容易产生观看疲劳。 因此就不难理解。 抖音为何也在Vlog上加大投入。 一方面。 短视频平台的属性天生和Vlog内容贴合。 碎片化。 满足用户的陪伴需求。 更重要的是。 抖音必须用新的内容留住老用户。 吸引新用户。 Quest Robo数据显示。 短视频行业月活跃用户在突破8亿大关后增长乏力。 2019年3月短视频活跃用户环比甚至出现下滑。 尽管极光大数据显示。 截至今年2月最后一周。 抖音短视频市场渗透率达到14.34%。 但从用户年度角度来看。 抖音正面临着瓶颈。 Vlog的特点是个人色彩浓厚。 用户对于创作者的认同感比其他短视频更强。 这恰恰是抖音要的东西。 全民Vlog时代。 没那么简单。 抖音擅长运营,但拥抱Vlog没那么简单。 对于MCN和明星来说,抖音Vlog无疑是一个机会。 明星Vlog的特点在于,他们的日常生活自带吸引力。 明星为平台引流,也从这个巨大的流量平台获得曝光量和形象建设。 MCN也能够在Vlog中找到自己的路。 微博和B站里就有相当一部分Vlog起家的网红。 即便好处多多。 全民Vlog让更多普通用户参与Vlog制作。 还是存在不少难题。 从内容上看。 Vlog强调自我表达和价值观分享。 这个。 博来品。 的风格和抖音本土化、大众化的调性是否能够结合。 窥探明星的生活能满足用户的好奇心。 全民。 的日常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。 抖音账号为。 燃烧的陀螺仪。 的素人Vlog在平台上拥有810多万的粉丝。 他的职业是一名飞行员。 尽管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分享。 但职业属性显然让他的生活内容更加具有。 可看性。 更不用说技术门槛。 抖音用户习惯的是随手拍、随手发。 Vlog的创作门槛却是更高一些的。 至少需要一些剪辑, 而非用户习惯的简单拍摄和上传。 账号为。 Award校园抖音Vlog拥有400多万粉丝。 平常记录的是学生日常。 但他的校园快剪封视频。 在创新性和技术上都有一定的门槛。 想要全民参与。 就要降低创作门槛。 想要保证质量。 Vlog的内容和技术要求又不可忽视。 从这一点来看, 不少平台用户可能被拦在Vlog门外。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? 将是抖音在探索自身内容可能性的关键。 抖音在碎片化时代拥有的许多策略制造话题, 营造氛围和热度。 能否顺利移植到Vlog内容的运营之中? Vlog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沾到抖音流量的光? 还要看抖音如何进行后续运营? 至于百度要怎么扶持Vlog, 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。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。 谢谢。